一个要素内部监督 我们的内部监督呢 注意它属于我们五要素的最后一个 它是尾巴了 你看我们内控体系它是怎么建立的呢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先建立设立好 然后开始运行 运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 要进行反馈 好运行质量如何要进行评价 然后呢我们把内控体系 做一个完善 内控体系它是这样来运转的 以我们某一个具体的业务 活动流程来看 我们的这个业务活动 一般是首先发起 然后做审核 接着审批 然后操作记录报告 最后评价 好你看我们的这个评价 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最后一个要素 关于我们内控的一个监督 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一点 对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 内部控制体系监督的一个概念 那监督呢是由适当的人员 在适当及时的基础上评估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情况的过程 你看就像我们这个环节对吧 它是最后一个环节 它要评估你到底执行的怎么样 你到底有没有落实到位 那对我们内部控制体系的监督是指被审单位评价 内部控制在一段时间内运行有效性的一个过程 好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内部的监督啊 极其的重要 它是保证我们内控能够有效运行下去的一个有利的措施 大家想那规章制度如果制定出来没人监督的话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你们部门是这么规定的 嗯不准迟到早退 迟到早退一次呢罚款五十 你看规章制度白字黑字这样写着 好大家一看哦这样的制度 于是呢都严格的按制度来进行实行 对吧 某一天营部门的小张他迟到了 他迟到了十分钟 然后大家都盯着他 最后发现小张没有被罚款 大家想想后面会出现什么情况 哎发现小张没有罚款 好第二天小王他也迟到了 他这次迟到了八分钟 发现也没有人管他 那再下一次小李也迟到 又迟到二十分钟 发现也没人管他 好大家就觉得 哎呀这个制度啊只是挂在墙上的 嗯只是让来看的根本不起作用 没人管迟到就迟到了 哎呀无所谓的 那你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监督的措施的话 最终这个制度就是一纸空文 什么用都没有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要素 监督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没有监督的话 我们这些规章制度可能就成了空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提示 对内部控制体系的监督 涉及及时评估控制的有效性 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好我对你的一个执行的情况 及时的做一个评价 嗯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落实到位 如果没有落实到位的话 我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来保证他的一个落实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监督一般有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监督呢 通常管理层通过持续的监督活动 和单独的评价活动 或者两者相结合实现对内部控制体系的监督 也就是两种 第一个就是持续的 就是日常的这种 还有一个是单独的评价 下面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持续的监督 持续的监督呢 它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的经营活动 和常规的管理工作中 包括常规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看小张迟到了十分钟对吧 如果是部门经理看到了部门经理说 小张你今天迟到了啊 看你的考勤 已经有迟到十分钟的记录 然后人事部门也收到了 他考勤的相关信息 于是在四月发工资的时候 就会扣掉五十块钱 并且后面会备注 几月几日 然后因为迟到 罚款五十 对吧 你看这就是一种什么持续的监督 你既然违反了规则 你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这就在我们日常的 每一个小的细节 每一次的活动当中出了问题 就要做一个监督 那么这种就是持续的监督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种 第二种是什么呢 单独的评价 那单独的评价是什么呢 是由内部审计人员 或者具有类似职能人员 对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 进行专门的评价 以找出内部控制的优点和不足 并提出改信的建议 以及被审计单位也可能利用 与外部有关的方式沟通 或交流所获取的信息监督相关的控制活动 好 这里面就提到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被审计单位 有这样内审部门 那内审部门可能 到年底的时候 对我们整个公司的内控体系 作为一个评价 看它执行的到底如何 落实的到底如何 有哪些问题 有哪些短板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好 这是我们内审部门来做 那还有可能我们利用外部的一些机构 就像我们外审就是非常典型的 你看我们外审一般是一年去审计次 对不对 往往我们外审去做审计的时候 第一做财务报表审计 第二做内控审计 如果两个结合在一起审计的话 就叫整合审计 这往往是什么 是单独的评价 好 这是我们两种方式 一个是持续的监督 另外一个是单独的评价 那接着我们看我们注册会计师 应当实施什么样的风险评估程序呢 由于我们今年新修订的1211号准则 基本上每一个内控要素 它都规定了相应的风险评估程序 所以同学们对这些风险评估程序 一定要记一下 今年考课关题的概率是极大的 那审计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 为了解被审计单位对我们财务报表 编制相关内部控制体系的监督工作 应当实施下列的风险评估程序 我们来看要做什么样的程序 这里要做的是三了解一评价 哪三了解呢 第一 了解被审计单位实施的 持续性的评价和单独的评价 以及识别控制缺陷的情况和整改的情况 看看你被审计单位你是怎么评价的 你对你的规章制度是不是虎头蛇尾 是不是有来无回 我只把这个制度挂在墙上 然后呢 发放到手册当中 至于它有没有落地 有没有执行我都不管了 那这是肯定不行的 我要了解一下你到底是怎么评价的 然后第二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审计 包括内部审计的性质 职责和活动 好 这是了解内审 第三 是了解被审计单位在监督内部控制体系的过程中 所使用信息的来源 以及关系层认为这些信息足以信赖的依据 你看 你在监督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信息 对吧 文件 资料等等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你这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 是否可靠 好 这是我们的三了解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评价 根据被审计单位的性质和复杂的程度 评价被审计单位对内部控制体系的监督 是否适合其具体的情况 那我们最后要评价一下 你这个监督是否到位 你的监督是否有效 你的监督当中有哪些地方是有短板的 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提升可以改进的 好 这是我们最后的评价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这四项程序 第一 了解评价 第二 了解内审 第三 了解信息来源 第四 评价监督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项 了解对内部控制监督考虑的事项 我们考虑的事项有什么呢 注册款机师在了解被审单位如何监督 内部控制体系是可以考虑的相关事项 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监督活动的设计 如监督是定期的还是持续的 我们看一下你这个监督活动是怎么设计的 你是持续的这种监督还是定期的 像你是每天每天都要进行符合 每天都要做一个回顾 还是一个月做一次 还是半年做一次 一年做一次 第二 监督活动的实施情况和频率 我们看一下你具体的一个实施的情况 多长时间做一次 第三 监督活动结果的定期评价 以确定控制是否有效 你们是不是半年做一次评价 还是一个季度做一次评价 还是年底做一次评价 然后看看自己的内控是否执行到位了 第四 如何通过适当的整改措施 应对识别的缺陷 包括负责整改措施的人员及时沟通缺陷 假如说在我们做监督的过程当中 发现我们内控设计是有一些问题的 或者我们执行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么针对这些发现的问题 这些缺陷我是如何进行改进的 我是如何进行提升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 考虑新技术相关控制的监督 那么这块内容呢 同学们要多看一下啊 我打了两颗新熟悉 因为我们新修订的1211号准则 增加了关于我们新技术的相关考虑 所以对这块大家一定要重视 因为这是我们变化新生的部分 那我们的做坏考试向来喜欢考新考变啊 作者会计师可以考虑费省单位 监督内部控制体系的过程如何实践 对涉及使用新技术的信息处理控制的监督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发现明白了 就拿我刚才讲的那个考清打卡的问题 对吧 因为现在大部分单位都通过什么指纹了 或者说刷脸了 以及这种刷卡的方式来进行考清打卡 你看他这个考清打卡 一定要通过相关的一个系统 那么系统当中是要设定相应的时间的 假如说规定的是早晨9点要到岗 像晚上5点才能下班 早9晚5哈 那他系统当中就会设定这样的时间 假如说有一个员工 现在早晨的9点10分过来打卡 那么正常来说 他打完卡以后 这个信息会生成一个异常的数据 也就是一个报错报警类的信息 然后这个信息就会传递到人事部门 人力事员部 你看有员工迟到了 就会把这种迟到的信息 作为一个错误的报警的信息 然后传递到我们人力部门 对吧 那也有些单位可能会同步传到 这个员工所在的部门主管 或部门经理让你去 让部门经理知道你的员工迟到了 对吧 好 你看他的这个系统正常来说是这样设置的 超过了这个时间 那么他就有一个异常的数据 或报警类的数据进行传递 对吧 但如果我们不对这个系统进行检查的话 有可能系统参数被人为修改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原因 可能到了这个9点钟以后 有人打卡 他不出现任何的报警 9点10分打卡不报警 9点15分打卡也不报警 甚至是10点打卡 他照样不报警 那么这个系统 他就失去了相应的作用了 对不对 因为除非是有人专门在旁边盯着 哎呦 看这个小张 他是今天是9点15来的 迟到了15分钟 如果没人盯的话就不知道 小张迟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对这种信息系统的 这种控制要做一个监督 看他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信息系统这块的问题 其实主要还是人为的原因 如果不是人有意的去改他的参数 或者系统出现故障的话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控制包括什么呢 第一 监督一下复杂信息技术环境的控制 那什么叫复杂信息技术环境 我们在第五章讲过对吧 那相对来说 他可能需要处理的场景特别多 还有他的参数特别多 由于他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评价 信息处理控制的持续设计的有效性 根据情况的变化 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 如果他的应用的场景特别多 而且这应用场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 那我们就要经常看 这个控制 他是不是滞后了 他是不是不能与我们现在的经济有活动相匹配了 我们对他就要做一个修改 那接着是评价信息处理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我们看一下 这个控制到底能不能够落到实处 好 这是第一 接着我们看第二 监督权限的控制 这些权限应用于实施职责分离的自动化信息处理的控制当中 这什么意思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来就明白了 你看我们的这种系统 如我们的ERP系统 就拿我们财务部门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不同职级的人 他的权限是不一样的 假如说是我们的经理这一层 那我们的这种软件开发人员 可能对经理这一级别 那市值的代码就是001 那我们经理这个级别 可能他拥有的权限就是15项权限 他的权限比较多 而接着是我们的 假如说是组长或者组管一类的 好 这是组管 那么他代码是002 可能他拥有的权限就是10项 那接着是我们普通的员工 出纳会计 那么他们的代码分别是003 004 他们的权限 我们的会计假如说是六项 我们的出纳假如说是四项 并且出纳和会计他们的权限 是不能交叉的 因为他们是不相容的职责 一定要做分离 对吧 好 由于你看他的系统都是这样设置好的 经理 他的权限就比较大 然后我们的主管权限要多一些 但是比经理的权限少 而我们的会计和我们的出纳 他们都属于员工这一级别的 那么他们的权限就更少 而且他俩的一个是不相容职责 互相分离的 对吧 他们就这样设置好的 那我们对此就要做一下测试 看看你是不是按照最初的这种设计来的 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的 一般来说 不是人为了去修改它 不是系统出现大的故障的话 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接着第三 监督如何识别和应对 与采用报告自动化相关的错误 和控制缺陷的控制 这是什么意思 假如我们背试单 全部都是用我们的ERP系统 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处理 从我们最初的业务信息的采集 都是救援采集 也就是我们财务部门 是无权进行输入信息的 全都是业务部门 他在处理相应的一些经济活动的时候 那就生成了这种原始的信息 这个原始信息一步一步的往下传递 然后传递到我们财务部门 我财务部门生成记账凭证 那最终生成明细账 最后总账 然后出财务报表 它是按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进行处理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 在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或者说报错的这些信息 如果有这种例外事项 或者说这种差异的报告的话 我们要专门看一下 因为一旦出现例外事项 差异报告的话 往往都是一些问题点 都是一些风险点 好 下面呢我们来做到题目 2017年的整体 下一个箱之中 属于对内部监督的事 我们来看哪个事 A 授权批准 这是监督吗 这是控制活动 业绩评价 注意这个跟没有关系 然后内部审部门定期评估 控制的有效性 这个是吗 这个是了 然后职责和职权和责任分配 注意这个不是 那我们这道题 正式学的答案就是C了 我们内控五要素呢 全部讲完了 下面呢我们给大家稍微窜一下 为什么要窜一下呢 因为对我们大部分同学来说 不是管理岗位的人力 还有呢没有实物的经验 所以听我们内控这块内容呢 就会感觉非常的空洞 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稍微给大家窜一下 帮助大家把内部的一个脉络 数理清楚 我们来看我们内控五要素 一共有五点 首先第一点是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呢 它是我们整个内控体系的一个地基 它非常的重要 它是由我们的管理层 治理层 以及它相应的其他的一切的 规章制度整体来形成 它是一种氛围 它是一种风气 是一种企业文化 虽然它是误虚的 但是它极其的重要 因为它为我们整个内控的环境 定了一个基调 好 这是我们内部的环境 它是一个基础 那接着呢 就是我们被审计单位 要做风险评估 你看我们的内部环境 把这个整体的基调定好了 那就是我们管理层或治理层 在整个公司当中 一直宣传一种诚实 正直 然后一定要遵守我们企业规章制度 这样一种文化的话 它已经把这种理念树立起来了 已经把基调定好了 那接着我们要做的就是风险评估 也就是被审计单位 它要对它每一个业务活动 每一个业务流程当中 有哪些地方可能是风险点 是薄弱的环节要做一个评估 对这些薄弱的环节要一个一个识别出来 我举个例子 如果快捷和出纳不做不相容 职责分离的话 就容易导致什么风险 有可能贪污供款对吧 如果说我们采购的巡价的人员 和签合同的人员 不做不相容职责分离的话 就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就容易出现像这种供应商要回扣 对吧 然后以次充好高价采购损害企业的利益 你看这些都是风险点对吗 所以我们做风险评估就是要识别出这些风险点 好这是往小里说 是我们每个小里有环节 那往大里说呢 那我们的企业的管理层 这里层就要经常想 我现在这个企业面临着什么样的市场风险 法律风险 政治风险等等 它都要做相应的风险评估 要有相应的一个应对措施 好这是我们的风险评估 那这是我们开始内控的一个依据 我们以此往后进行推进 你看我们怎么推进呢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识别出了一个一个的风险点 一个一个的短板和问题点对吗 因此我们就要对应的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也就是控制活动 来防止 来纠正 来处理这些问题 好这就是我们的控制活动 那我们控制活动 它实质上就是一种措施及手段 那我们有了规章制度 它是不是就一定可行呢 一定会落实到位的不一定 这时候还需要相应一个强有力的保证 监督来保证我们的这些规章制度 不是挂在墙上的 不是贴在纸上的 不是供人参观的 那这就是我们内部的监督 接着是在我们整个内控 实施的过程当中少不了什么呢 少不了互相传递信息 然后互相沟通 因此我们信息和沟通 又是我们其中一个要素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渠道 另外呢 我们的信息系统 你看这个信息沟通 这个信息也指信息统 那这个信息统往往也是一种 重要的一个载体 看这就是我们内裤五要素 之间的一个关系图 它们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 我们把它理清楚 那接着是我们内裤五要素呢 考试的时候是一定会考的 所以同学们要把它记住 这五要素我在前面呢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逻辑的记忆法 你看内部环境它是定基调的 然后风险评估是 我们备成单自己评估 查到风险点 查到到风险点之后呢 我就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来防止发现并纠正这些错误 这些问题的发生 那接着呢 我要定监督 光有制度是不行的 必须要有强有意的监督 落地的手段 否则的话 这些制度很可能就一纸空文 不起作用 那最后呢 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少不了沟通 所以最后一个是沟通 希望大家用中五要素 以及这张图 刚才那张三角图 一起串联 大家一会记住啊 那接着是我给大家吧 内控五要素 他们各自的一个概念 以及子要素 或者主要内容 给大家总结 在这个表格当中了 这个表格当中内容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再做一个说明了 这是便于大家复习用的 大家下来 要把这个表格内容好好看一下 在这五要素当中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这个要素 是比较爱考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总体的基础 它是定了我们员工整体的一个基调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块同学们 一定要高度重视 那它一共有六个子要素 这六个子要素 一定要记住 这六个子要素 是爱考客观题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控制活动 那控制活动 它考评也是极高的 那控制活动呢 它一共有五个子要素 这五个子要素 注意啊 后面以前的 去年的教材 变换是比较大的 一定按照我们新的五个子要素 来进行记忆 这块考评也比较高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内部的监督 好 它们是这样一个层级 剩下的风险评估和信息系统沟通 或者叫信息沟通 它倒不是特别的重要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接着看考点三 在整体层面和右流程层面 了解内部控制 那你看我们在前面讲了 内控的五要素 对吧 它是五个基本的元器件 是我们五个基本的单位 那这五个基本的单位 是我们把它分解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 它是体现在我们各个业务流程 以及整体层面当中的 所以我们了解完 这些基本的单位之后 我们接着要来了解 业务流程层面 以及整体层面的控制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整体层面的控制 和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 它们之间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整体层面的控制 它是宏观的 是整体的 还有我们前面讲过的 新系统当中控制 或者自动化控制当中的 一般控制 因为一般控制 它也是一种地基 是吧 那接着相对的 就是我们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 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呢 它是微观的是具体的 你看 整体层面是宏观的 整体的 而业务流程就是微观具体的 那对于我们自动化控制 或者信息系统控制来说 它更多的是 我们信息处理的控制 好 这是两者的关系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来了解一下 整体层面 业务流程层面 以及内控五要素之间 它们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 看我们的整体层面呢 它包含哪些 内控的要素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内部环境 因为内部环境 是我们整个内控体系的一个基础 对吧 它也是我们其他几个要素的基础 所以它决定的是 我们整个内控体系 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 是一种什么样的基调 是一种什么样的写文化 好 它是影响一大片的 它是我们整体层面 那接着就是风险评估 因为风险评估会涉及到 我们整个企业的方方面面 有这种高层的 有中层的 有基层的 有这种大的 如我们整体的政治风险 经营风险 法律风险等等 好 它也是影响一大片的 所以它属于我们整体层面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内部的监督 这种监督 有我们日常的监督 还有我们定期的评价 这都属于我们整体层面的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自动化控制或信系统控制当中的 一般控制 因为这一般控制也是属于底层的 属于地基型的 那么这几个都属于整体层面的 好 接着呢 我们相对的就是业务流程层面 对我们企业来说 我们主要有哪些业务流程层面呢 第一个采购 然后第二个生产 第三个销售 对吧 你看 这就是共产销 那接着还有薪金 接着是投资与筹资 你看这都是我们具体的一些业务流程 那业务流程呢 它对应的我们的内控要素是什么呢 是具体的控制活动 也就是你看我针对采购 我要制定什么样的规章制度 我针对生产 我要制定什么样的规章制度 针对销售 我又制定什么 好 它主要是对应的我们内控要素的控制活动 还有一点对应的是什么呢 我们信息系统当中的 也就是自动化控制当中的信息处理控制 因为信息处理控制 它也是一种具体的控制 好 这就是我们业务流程层面 这是两者的关系 那这一张表格呢 把我们整体层面和业务流程层面 涉及到哪些控制要素 给大家标注了一下 大家下来可以看一看 咱们刚才呢 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整体层面的控制 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 以及和内控要素之间的关系 那同学们看完呢 还是觉得离自己比较遥远 对吧 那现在呢 给大家看一个案例 让大家对此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其实我们一提到内控 同学们总觉得 嗯好像离自己很远 时间不是这样的 内控是我们企业运行的一种底层的逻辑 那它外在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 非常常见的规章制度 你看往往一个企业 它的规章制度特别的多 对吧 那我们来看看哪些是我们整体层面的规章制度 哪些是我们业务流程层面的规章制度 你看我栽入了某家公司的规章制度 它有行政管理方面的 然后有财务管理方面 有生产管理的 然后也有管理的 有领导班子决策管理的 那我们现在不需要仔细的看 从这些规章制度当中 我们就会看出来 你看 与我们领导班子决策管理相关的制度 那大部分都是我们整体层面的控制 对吧 你看我们整体层面的控制有什么样 来 同学们看一下内部环境 如我们的人力资源政策 如我们人员的胜任能力 我们整体一种氛围风气 对吧 你看我们的这个领导班子的决策管理 三重一大的决策制度 企业内部审核管理 还有我们的总经理办公会这样的制度 这种制度往往都是我们整体层面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 岗位职责 绩效考核 那么这里大部分也都是属于我们整体层面的 对吧 那接着就是我们业务流程层面 你看从这在眼看上哪些是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生产管理 以及我们财务管理 还有我们的业务管理 怎么采购了 销售了 售后服务了 运输包装管理了 这些典型的就是我们业务流程层面的 所以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规章制度 你就能够和我们前面讲的内控五要素的哪些是我们整体层面的控制 哪些是我们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 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是我们业务流程当中的控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控制呢 嗯 订单处理和奢销的信用控制 假如说我们现在去审计假公司 那假公司的这个内控手册当中 也就是它的规章制度的这个手册当中 有这么一条制度 它怎么规定呢 它为了防范 可能没有像获得奢销授权或超出信用额度的客户进行奢销呢 它的制度是这样规定的 你看它的制度有两类控制 第一个是人工控制 第二个是自动化控制 也就是它既可以通过信系统来进行控制 也可以通过我们人来进行管理和控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信系统是怎么控制呢 同时满足以下两项才能生成销售单 也就是它的信系统是做了这些参数 做了这些设置的 那么订购单上的客户代码与应收账款 左文档记录的代码一定要一致 那客户的代码应收账款要一致 不一致的话对不起系统会爆错 自动跳出来爆错 你走不下去 你无法向下进行 那第二 目前未偿付余额 加上本期销售额在信用的限额范围之内 你看系统会自动累加 假如说你上次奢销了一百万 那这次又奢销二百一十万 按照我们假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规定 最多奢销额度是多少 是两百五十万 那对不起你超限了 这样的话系统它自动计算完了以后 发现你超限了 那你就无法通过 你看这是我们自动化的控制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人工的控制 以下情形需要经过适当的授权批准 才可以生成销售单 不在左文档的客户 还有超过信用额度的客户订购单 你看我们的系统已经规定好了 你的订购单的客户代码 要和左文档的代码必须要一致 不一致的话你这奢销通不过 你没办法往下走对不对 你看对于这种特殊的情况 假如说的确有一些客户 它是我们系统当中没有的 或者是在这个系统这一关过不去了 开始报错了 我们的确要向它奢销 这是我们叫特殊的审计对吧 你看就要进行授权批准 那另外一刻就是我们刚才 它的一个奢销的额度一百万 加这次的奢销的额度二百亿十万 已经超过了二百五十万的限额 超了六十万 但是这个客户呢 的确又需要设销 然后总经理也是同意的 那么这种已经超过了 信用额度的客户定过单 我们能不能设销 特殊的情况 经过人工的审批 也是可以设销的 看到了吗 这就是相应的一个 业务流程当中的徽章制度 它由人工来进行处理 也由我们系统来进行处理 它为了防范什么风险呢 就是防范 没有获得奢销授权 或超过信用额度的客户 进行奢销防范这个风险 因为这个风险 直接会给企业带来什么问题呢 你看没有经过审批 就也奢销了 有可能这个客户的 信用是有问题的 它的偿付能力是有问题的 你给它奢销了 三百一十万的货物 很可能凑气根本就 无法给我们还货款 及时的返还货款 那给我们企业 就会带来相应的损失 好 这就是第二个例子 我们具体的业务流程当中 它是怎么来 根据我们识别出的风险 来制定相应的一个控制 也就是设计相应的规章制度 好 下面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第一个要求应当分别了解 那注册快递是应当从被审单位 整体层面和业务流程层面 分别了解和评价 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注意啊 这里明确规定 整体层面和业务流程层面 一定要分别去了解 那接着是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两个层面的控制 首先是整体层面 整体层面的控制和性技术 一般控制通常在所有的 业务活动当中普遍存在 它是普遍存在的 你看就像是我们的内部环境 它是整个大的地基 它是一种氛围 是一种风气 是一种企业文化 对吧 也是一种理念 那我们的风险评估 也是整体都存在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你看我们评估出来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才对应设计相应的一个制度 接着我们来看 包括四方面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内部监督 新技术的一般控制 另外呢 我们整体层面的控制 也包括对下列事项的控制 其中管理层 凌驾于内控制上的 自力控制也是包括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业务流程层面 那我们业务流程层面呢 这会主要针对 工薪销售和采购等 交易的控制 就像我们刚才看的 我们的一个案例 我们拿到了 被省与大卫 它的内控制度 对吧 它的归赃制度的一个手册 你看那归赃制度 特别特别多 那大部分都是 业务流程层面的 什么采购了 什么销售了 什么业务管理了 生产管理了等等 那大部分都是 业务流程层面 那包括什么要素呢 包括我们控制活动 包括信息处理控制 也就是信息系统当中的 我们信息处理控制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业务流程层面 和我们整体层面 它们之间 有什么样一个关系 整体层面的控制 对内控 在所有的业务流程当中 得到严格的设计和执行 具有重要的影响 注意 我们业务流程层面的 它是一线的 就像我前面讲 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一样的 它是直接冲在倾限的 而我们的整体层面的控制 它往往是处在一种后台的 是起到一个支持 打基础这样一个作用的 因此它具有重要影响 那么整体层面的控制较差 甚至可能是最好的业务流程层面的控制 失效 好 这句话要稍微记一下 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想想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法国新业银行的案例 对吧 你看那个新业银行的系统有问题吗 没问题 整整报警报了75次啊 对吧 报了这么多次 但是起作用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呀 因为它内部环境出问题了 他们整个企业 崇尚的是一种金钱至上 利益至上 对吧 是这种企业文化 所以哪怕是看到系统报警了 都不了了之了 那其实它的部门经理 它的顶头上司都是知道的 如果用一个很小的额度 是不可能获得那么高的收益的 对吧 甚至它最高的一次达到了14亿欧元呀 它如果只有100万 200万的权限 怎么可能能赚这么大的金额 对吧 它领导有这块的常识的 它为什么报警报了这么多次 一点都没起作用了 关键就是内部环境出问题了 所以它这个业务流程涉及的再好 报警报的再多 照样是失效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两个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案例 思考 这些公司整体层面控制 可能存在哪些风险 这些公司呢 是某大型品牌 连锁参营企业 旗下有15家子公司及12家分公司 因疫情影响扩张门店 大量亏损 逆时时收缩站列 关停了300家门店 然后呢 由于资金紧张 实际控制人于2022年10月 开始由假集团变更了一集团 注意 它的实控人变更了 原来 它的实控人是假集团 现在已经变成一集团了 ABC会计事务所 负责损计 Z公司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 好 神经项目组呢 经过对Z公司实施访谈 也就是询问啊 然后观察 检查 穿行测试等程序 了解到以下的主要事项 第一 Z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 然后Z公司总体 人事变动比较大 总经理 副总经理 等7名管理人员均变动 第二 Z公司人员实施 检员增效 岗位分流 相关措施 来降低人力成本 分流人员占比是30% 第三 Z公司逆开辟 预制菜业务 出原有线下各门店销售以外 在各大电商平台 采用直播带货等方式 开展线上营销活动 Z公司因此新购入 预制菜生产线 及配套预制菜 竞销存系统 预制菜竞销存系统 与Z公司餐饮系统 暂时不兼容 财务部门需要对 预制菜进行单独核算 请思考 Z公司整体层面控制 可能存在哪些风险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我们来感受一下 什么是整体层面 什么是业务流程层面 整体层面 主要有内部环境 那内部环境会设计到什么 会设计到我们 管理层的理念 这最核心的 对吧 然后自理层的参与 还有对我们人员 胜任能力的重视 职权和分配 人力资源政策 都是跟人有关 跟理念有关 对吧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 内部环境 第二个是风险评估 第三块是啥 监督 对吧 以及我们新系统当中的 一般控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整体层面可能会有 一些风险 首先我们第一个看到 因为疫情影响扩张 门店大量困损 说明什么 说明这家单位的风险 评估做的不好 对吧 因为我们疫情影响了三年了 在疫情期间还大量的开门店 那肯定是有问题啊 那动不动一个地方封城 另外一个地方又封城 动不动我们这些 对外的门店都不能开张 它竟然还去扩张 对不对 说明它的风险评估出了问题 那风险评估也是我们整体层面 那接着我们来看 Z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然后总体的人事变动很大 你看这人事变动很大的情况 就特别容易导致 而人心不稳 有可能人员的胜任能力 有问题对吧 你看有些人离职了 有些人跳槽了 有可能原来的人手就不够 有可能新来的人 有可能胜任能力是有问题的 并且我们的实际控制人 一发生变更的话 然后大老板都变了 那么底下的人心都是跟着 会出现一些波动的 这往往也容易导致什么 整体层面风险 也就是我们的内部环境 可能有存在问题 那接着是你看它又实行 简缘增效的计划 港币分流等措施 那进步压缩了人员的一个数量 压缩人员的数量可以 但是也要担心 它的这个职责分配 它的这些人员是不是够用啊 会不会出现 人员压缩的太厉害了 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 没办法生热的这种情况 都有可能出现 对不对 所以这又是跟我们内部环境相关 那接着是它开展预制菜业务 然后呢新上线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和我们现在的这种 整个我们和我们现在的 餐饮管理系统是不兼容的 那不兼容的话 很可能后期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吧 因为你看两个系统不进行兼容的话 我们财务公司要对它单独进行核算 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潜在的风险 可能环境相关的核算就会出问题 所以这往往也会导致一些 整体层面的风险 那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 让大家感受一下 哪些是我们整体层面的风险 它主要和我们内部环境相关 我们这条题当中出现大部分都是内部环境 然后呢还和风险评估相关 因为疫情影响 它却没有意识到疫情对我们整个经营的影响 还大量扩张 导致大量亏损对吧 说明风险评估做得不够好 那另外一块就是 它上线了这个新的系统又不兼容 那很可能新系统这块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那我们从这条题可以看出来 它的整体层面的控制在这三方面很有问题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案例 思考请分析法国新银行 区额亏损案 整体层面的控制可能存在哪些风险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法国新银行的案例啊 那它在整体层面出现的风险就太多了 首先第一个是内部环境 它们整体的这种分歧和企业文化就非常不好 为利是土 为金钱是上 只要你为我们公司为我们银行赚钱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对吧 你可以不择手段 随便去弄 不管你是不是违规交易 所以它内部环境一定是出问题的 第二点 它的风险评估有问题 你看 它们的新系统报警了75次 然后外部的交易所也给它们发过两次信函 提醒科威尔的交易是有问题的 是异常的 但是它们却不管 说明它们的风险意识是极差的 对风险的敏感度是非常差的 本来做什么股指了 做期货了这类交易 风险就极大 对吧 而它们却视而不见 说明它风险评估做的也有问题 第三 它们的新系统与沟通 你看它们系统报警了75次 只是在它的这个 分控经理和科威尔当中 做了一些对接 然后分控经理问了一下科威尔 怎么回事 科威尔就随便门后过关了 随便应付了事 或者随便取消一下交易 那么这种重要的信息 根本没有上传到新银行的高层 没有引起上层领导的一个重视 对吧 说明它们信息系统和沟通 也是存在问题的 特别是在沟通这块存在问题 它们内部的这种报警信息 一直都是空转的 那接着第四个 就是监督的问题 那监督更是失效了 虽然系统都识别出了异常的信息 但是它的分控经理 以及它的上乘 都对此基本上是十二五件 都对此属于默认的状态 所以那监督就是一个摆设 那我们现银行在整体层面 存在着四方面的问题 好 那刚才通过两个案例 把我们整体层面的控制 有哪些风险 又给大家再次梳理一下 那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我们考试的时候 不会考这么细 为什么我会给大家讲这个 主要是便于大家 对这种比较抽象的 比较枯燥的 有一种比较直观 形象滑大的理解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考试考什么 下面我们来看例题 2014年整体 我们看一下我们考试的时候 怎么考 我们考试这块考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些简单的实际 下例各项中 通常属于业务流程层面 控制的是 新技术的一般控制 这业务流程吗 注意这个不是 这是整体层面 这个不选 接着比应对管理层 凌驾于控制上的控制 那么这典型的是 整体层面 这个也不选 信息处理控制 注意这个是的 人类资源 管理类的控制 注意这个不是的 因为这属于什么 最往往属于 我们内部环境当中的控制 最属于我们 整体层面的控制 所以这道题 应该选的是C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